一代野王,暖阳闯荡巅峰赛 惨遭无事,沦为辅助 高分段的巅峰赛,确实打成了云集 暖阳常用三国服务 却不料一楼队友同样也是这三大常用 并且选英雄的时候直接描索 晒出95段打野加大国标 看来这确实是一位打野大神 于是楼下开始不约额同,朽国标 四楼理性,五楼原歌 暖阳作为职业选手,还是选择低调行事 把五楼国父原歌抢了之后 这是队友光宇发消息说 二楼兄弟,补胃可以吗 看着这一堆大国标,暖阳回复说道 你们真牛 我的兄弟们太牛了,给你们补一把味 光宇还来补一刀 你打野,没他高养 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 敢问阁下是否曾听闻 KPL第一打野,FMVP,暖阳 最终暖阳套出百分之百胜率的冬皇 不过只亡了两场 冬皇一般是为了防刺客切后排 从阵容分析看,这把就是要针对活物了 其次还有奥号人物,华木兰 开举一分钟一几的暖阳冬皇 就在中路当了一回嚼屎罐 法队面弄得七八个大三 这把双鞭都是战士型英雄 前期暖阳只能保中路迎阵 两分钟黄木兰就开始想来干客 没有四级的暖阳提前交出赏限 但对面依然很凶 黄木兰选择月塔强杀 随后活物又赏限进场 跟暖阳强行一换一 这波二换二,显然对面上头却亏 暖阳要是不失误,知道躺下雪邦 甚至可能还不会死 下一波暖阳复活继续到中路 线路视野给到活物 假装抢完线转下 转身一波回首套 迎阵暴雨梨花针 把活物射得明明白白 看下路被小鲁班和流扇压制了 暖阳准备去下路支援 走到半路发现耍不了了 那就来一波一时留蹲草 利用自家野怪弹幽儿 半选原歌再上去魅惑一下 老虎扑上来的那一刻 疯狂反咬一口 咬得那么深 咬得那么认真 哈哈哈哈 手带上忘情无畏蒸发 该当番手尽长草花 愿何生了三千张百发 实力让空看不透他 说天下仙家无情无瓜 一生一世落他潇洒 温到秋长山 难过什么岁月风华 有期待当年代已遇见 要来天君为我作家 成风看尝尽了十分繁华 明月清风十九丹茶 并尽看天下流云披霞 雨若光寒一夜无花 此生怕不怕 此生怕不怕 能为谁人眉眼如花 遇见七月四路 昙花一场 谁不看定花 来年碧莲碧霞 来年碧水桃花 晚春水影响 夜霸 梦中月光 星上珠上 为了那个桃 舍了千里烟香 去了天涯 说带上晚情 无谓蒸发 当年放手 见长桃花 远合上了 三千张白发 势力软红 看不透他 说天下仙家无千 十二分钟游戏结束 暖阳还混了个银牌辅助 火火源哥确实不错 还是丁娅本人吗